画面中,一只熊狮正虎视单单地盯着泥潭中的脚马 脚马也不甘示弱,竟直冲向狮子 狮子和脚马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大家觉得谁能在这场肉搏赛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咱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正在上演着一场追逐赛 一只熊狮正在追逐一群脚马 脚马们都在拼尽全力奔跑 狮子紧跟其后穷追不舍 一只落单的脚马被狮子逮个正着 狮子健壮快速地扑向脚马 脚马也是拼命挣脱 原本以为能逃过一劫 谁知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小心掉进了泥潭,又被狮子给逮住 这次的脚马仍旧不愿屈服拼命的挣脱 在泥潭交战的它们是越陷越深 为了保命狮子只好松开脚马跑到了边上 原本以为脚马会趁此机会逃脱 谁知,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脚马在泥潭里摸爬滚打站了起来 竟然静直地冲向狮子 跟狮子正面交战起来 然而作为森林之王的狮子也不是吃素的 见送上门的肥肉 兴奋不已 一口咬住脚马的背部 脚马也不甘示弱仍在奋力地挣扎 这次的狮子可不想再让盗嘴的肥肉飞了 便将脚马死死地按住 它警惕性地环顾四周 没发现脚马的同伴 便又趁势锁住了脚马的喉咙 脚马被狮子死死地拿捏住 任凭它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最终在狮子强有力地咬合下 脚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命丧黄泉了 而他们这一切都被草丛后面的一只狮子看在眼里 它坐了下来 就等着熊狮将脚马拖到岸上上前分些肉吃 熊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战利品拖到岸上 正当它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狮子兄弟甜不知耻地跑了过来 讨好熊狮希望它能带自己分些肉吃 还没等熊狮发话 这只狮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干饭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